今天呢我们来到爱心家园参加 Marian快乐袜店的上市记者会 希望大家可以帮助这些曼菲天使 支持他们所亲自化的快乐袜 然后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加的温暖 现在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为了让台中市玛丽亚基金会的曼菲天使们 不仅有温暖的呵护跟照顾 也可以有自己自足的工作能力 满足人生的梦想跟目标 玛丽亚爱心家园一年来 向企业跟政府单位募款 成立Marian快乐袜店 2021年12月29号上午10点 玛丽亚宣布募款成功 品牌正式上市 台中市副市长令胡隆达 特别到场主持启动仪式 并且颁奖表扬善心的企业人士 那我想他当然这个是 我们的几个玛丽亚基金会的青年朋友 他们的一个创作 然后被这个 经过一些协力厂商的这个协助 把他这个变成一个实体的袜子 快乐袜子 因为他的创作呢 色彩缤纷 那么很受到欢迎 玛丽亚基金会执行长陈美玲也致辞表示 相当感谢政府单位跟善心企业的帮忙 支持穿好袜做好事 Marian快乐袜店不仅有logo品牌 也计划成立实体店面 让喜爱画画的玛丽亚青年 藉由设计生产快乐袜 有了工作机会可以贡献社会 融入社会实现梦想 我们的青年自己设计也坏 增加了另外一批弱势的就业机会 我们也希望弱势有盈仪 我们可以把盈仪投入一个实体服务 扩充服务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企业 今天我们是电商的通路成立 希望我们以后会有真实的实体商店 Marian快乐袜由玛丽亚的孩子们亲自设计 在义工老师们的指导下 每双袜子都呈现出 缤纷又独特的创作色彩 可以说精美实用又好看 立委张辽万坚还特别担任公益代言人 拍摄行销影片 呼吁大家支持跟购买 让弱势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 社会的关怀跟温暖 记者陈文旭李佳金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